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当时两列车都是一直在投入运用 这位是男车公司副总工程师 饶真 今年43岁 他告诉我们 动车设计项目开始的时候 他不顾爆炸袭击的危险 跟随团队三次来到伊拉克实地考察 了解道路的温度以及封杀情况 整个内燃动车组 它的最开始设计之处 我们就是认真地研究了一下 它当地的运用环境和运用的条件 从防高温还有防风沙 这两个重点的方向 来做了全面的一个系统的设计 巴士拉是特别的热 气温最高的时候 能够达到50度甚至还多 因为气温的超标 动车原有设计的数据 基本上都派不上用场 除了技术方面的调整 仰真在项目考察中还关注到了当地人的乘坐习惯 卧铺车厢采用了符合伊拉克人习惯的坐卧两用式 并且全部设计为小单间 这些细节也受到了乘客们的好评 目前动车组已经正式开通了一段时间 可以说饶真和他的同事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这个列车一起 在巴士拉站简陋的休息室当中 匆匆吃几口饼干充饥 实在累的时候呢 就几个人挤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 补充一下睡眠 他说列车运行之初啊 他们是一刻都不敢放松 因为一部分司机虽然说呢是经过培训了 但是呢还是无意识的把原来的这种操作习惯 带到了动车组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和几名技术人员这几个月以来啊 只能通过跟车的形式实地指导当地司机操作 当地的司机对整个动车内部结构 还有就是每次运用完了以后 他的这种检查和保养做的要相对差一点 这个我们也在逐步和伊拉克铁路的这个 师生人员还有维护人员进行交流 让他们能够尽量多了解一些 多掌握一些 他说伊拉克常年战乱 能够拥有新的动车是非常难得的 他希望和当地人站在一起 让中国的动车更好的运行 也能够给伊拉克民众带来更多的便利 以及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希望 视线再转向美国 您认识画面上的这样东西吗 它是国宝唐红炉锦克石 然而这块原本在辽宁旅顺的中国的国宝 却被日本掠走 藏在了日本皇宫106年 我们再来看这位老人 他的名字叫做王仁富 今年73岁 吉林省白城仁 近日在美国刚刚落幕的第十一届 世界抗战战争 史实维护联合会全球代表大会上 这位七群老人 作为唐红炉锦克石 重要的研究者和追讨者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王仁富老人介绍说 唐红炉锦克石 重九吨半 巨石上仅仅刻了二十九个字 鸣刻的却是千年前 渤海归唐的荣耀盛世 这是唐玄宗派遣使节 红炉锦崔心从长安前往辽东 册封墨鹤首领大作戎 为渤海郡王的这样一个历史见证 也是目前已经知道的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被掠到海外 分量最重 体积最大的一个文物 1994年 王仁富老人 还是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馆长 在教队使节姓名的时候 他接触到了这段历史 进而认识到这个唐红炉锦克石的重要性 随后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追讨工作 2011年 他的追讨终于是得到了日本宫内厅长官 羽毛铁锦克石的历史 这是自国宝被掠的103年以来 日本皇宫首次向外界披露 唐红炉锦克石的现状 他们讲了这克石的历史 他自己非常清楚 所有的文件都在这 希望他们能够直到中国人民 对这克石的怀念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是不会忘记国宝的 中华人员海年外的 是一定要迎接国宝回归的 所以日本越早还 越主动 越晚还越被动 红炉锦克石在你日本皇宫 就是中华民族的伤心事 你把它还回来 就是日本皇宫实行中日友好的 一个铺路史 王仁富说 自己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 有生之年 可能看不到国宝回归 但他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对日所还文物的 志愿工作当中 目光再转向意大利 前不久我们报道了 因卡拉拉市突发洪水 而遭受损失的华人商家的情况 进播出之后 引起了意大利很多华人社团的关注 近日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 协同意大利西海岸华商总会等 前往慰问受灾华商 过来慰问我们 很感谢他们 虽然洪水来师兄们 很失了一些东西 但是幸好人没事 也很感谢他们过来 社团负责人都表示 社团就是凝聚华人力量 帮助有困难的同胞们 希望爱心能够在华侨华人当中 不断地传递下去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 积极地组织华社 自助的同时 也提醒领区内的华侨华人 要关注灾害警告 现在呢 意大利地区已经逐步地进入了雨季 希望各地的侨胞华商呢 多关注当地市政府的各种安全的警告 提前做好预防准备 尽可能呢 避免这样的损失 视线转向西班牙 我来看图片 画面上的这个小姑娘 名字叫做杰娜 今年八岁 是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国小女孩 她一岁半的时候啊 被一对西班牙的夫妇收养 从此来到了巴塞罗那 您别看她这个年纪小啊 可勇气不小 大约在一年多以前 夫妻俩呢 发现杰娜对当地的民俗游戏 蝶人塔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天赋 于是呢 就带着她参加了住所附近的一支蝶人塔队伍 这个蝶人塔啊 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 最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 是一层一层 以蝶罗汉的方式搭乘的高塔 通常呢 爬到最顶端 最高一层的都是小孩 要站上超过十米的这样一个地方 不但身体要轻巧灵活 还得有相当大的勇气 如今小杰娜就是蝶人塔表演时 爬到最高处的那个小朋友 每次呢 只有当她爬到顶端 并举起胳膊 这才算是队伍表演成功 为了方便照顾小杰娜 她的爸爸和妈妈 也加入到了这支蝶人塔队伍当中 两人选择了和大部分队员一起 站在人塔的最下面一层 这是因为呢 夫妻俩觉得啊 如果出现了意外 站在最下面 也能够保护到他们的女儿 杰娜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 其实啊 每次看到杰娜往上爬的时候 他们站在下面都特别的紧张 不过看到女儿 毫无畏惧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夫妻俩都感到很幸福 实现再转向加拿大 来看图片 照片当中 中间的这位白发苍苍的先生 是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先生 站在他左边的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张建 今年35岁 是一代中国移民 六年前 他进入多伦多警队 现在呢 在多伦多警队55分局工作 前不久 约翰斯顿先生 向他以及另外一名加拿大籍警员 颁发了英勇勋章 表彰他们在三年前的一宗交通意外当中 从大火当中呢 救出了一位深陷险境的出租车司机 张建回忆说啊 当时接到控制中心的通知 他便和另外一名同事迅速的赶往了这个事务现场 来到现场的时候 被撞的出租车 这个车身已经燃起了大火冒起了浓烟 司机受伤昏迷 被困在了车内 为了救出司机 张建呢 用这个警棍 咣咣咣 把这个司机一侧的这个车窗玻璃给砸碎了 在同事的帮助之下 合力将出租车司机拖出了车外 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张建呢 同事说 当时火势非常的凶猛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对于这一次啊 获得表彰 张建表示感到非常的意外 也很荣幸 他说 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的安危 只是做了一件 每一个警员都应该也都会做的事情 实现再转向南非 我们来看视频 画面上您看到的长长的车队都贴着五星红旗 还有警车开道 那么这车里面装的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吗 告诉您啊 这车里面装的是500件食品和生活用品 价值呢 大约14万元人民币 都是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和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总会 西北省福建同乡会来捐赠的 这些物资呢 正要被送往南非西北省乐斯滕宝市 莫霍洛村的贫困村民手中 当地的代理市长介绍说呢 这次接受捐赠的有500人 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和残障人士 在这个大厅里 莫霍洛村的村民们早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他们用唱歌照舞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我们了解到在车队往目的地行驶的路上 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都会鸣笛示好 并主动地为车队让道 难怪林先生说 我们用真诚和友善去对待当地的民众 同样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友好 实现在转向美国 这里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中餐馆 本来开业在即 但是呢业主陈先生却遇到了一件挺冤的事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陈先生在开业前夕 按照当地规定去卫生局办理相关的手续 卫生局呢却拿出了一张六年前的罚单 曾经六年前在个地址上面 有卫生局的罚单几千块钱 但是我说曾经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 什么时候接手 但不是我们的过去 不是归于我们的公司的事情 但是他说我不利地钱 原来是同一地址的上一家餐馆欠卫生局的罚单 现在呢却要下家陈先生来买单 您说冤不冤 餐馆呢只要停业一天就损失巨大 现在呢这笔钱无论是交还是不交 都给陈先生造成了损失 也有相关的法律人士表示 卫生局的理由完全是不成立的 根据美国公司法 有限公司的责任仅仅局限于公司本身 就算是同一地址换了另一家公司 那么新的公司也无需负担 原先公司的责任 在我看这件事 还得陈先生跟卫生局说清楚 不能吃哑巴亏呀 其实这样的事呢 不只是美国有 西班牙也有 据欧浪网报道 巴塞罗那近郊的一家华人面包店店主刘先生 最近呢被店里的两名南美籍女工 告上了法庭 有可能面临着巨额的罚团 这又怎么回事呢 去年十月份刘先生从一位外国人手中 含下了这家店 也把原先在店里面工作的这两名 南美籍的女工留了下来 不料 之前的店主呢 没有支付员工的保险补贴费用 现在这两位员工呢 反过来向刘先生要 三千多欧 折合着人民币得两万多块呢 刘先生当然不能给了 于是双方最终对簿公堂 针对这些情况 法律界人士呢 提醒华人朋友们 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 在过户和交接店铺 或者是公司的时候 要仔细的检查 前夜者的各项法律手续是否齐全 实现再转向大西洋岛国巴哈马 前不久 巴哈马的移民警察在首都拿骚 开展大规模搜捕非法移民行动 凡是没有合法工作签证 没有合法停留签证人员 均会被带往拘留中心 等待遣送安排 中国驻巴哈马使馆经商处 也是特别提醒在巴 从事工程项目建设 经贸合作的中国公民 务必及时申办 或者是续办工作签证 出门的时候 携带身份证明和工作签证 提醒临时来巴 进行商务考察旅游的中国公民 务必在移民局 给予的这个停留时间内离境 如果呢 要超时停留 务必提前到移民局办理 延长停留的许可 以免遭到搜捕遣送 实现再转向墨西哥 近日的中国驻墨西哥经商参赞处 发布公告 墨西哥控制绑架协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本届政府上台到 今年的10月31号 墨西哥平均每天会发生 8期绑架案 仅在10月份 墨西哥全国就发生了 194期绑架案 同比增长了8.9% 中国驻墨西哥使馆 经商处特别提醒中国公民 到墨西哥旅游 应该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 一方面墨西哥治安状况 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呢 为了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 当地税务部门 对大额现金交易的监控 也是比较严格的 实现再转向香港 来看图片 图片最右边 身穿蓝色西服的这位先生 名字叫做黎青龙 是亚太病毒肝炎 扑灭联盟的创会成员 在前不久的香港 饼肝三合一治疗新发布会上 他就表示 香港四年之后 有望成为全球首个 零饼肝个案城市 据官方数据显示 香港大约有1.7万名 携带饼型肝炎病毒的人士 或者是饼肝患者 这其中有20%的患者 会于30年之内转化成肝硬化 而每年则有1%到4%的 肝硬化病人演变成肝癌 情况是不容忽视的 实现再转回中国 前不久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与中国蛟龙号科考 双标志全球征集活动 在北京启动 即日开始到2015年的2月17号 蛟龙号将面向 全球华人征集标志 这次的征集活动 除了蛟龙号科考的标志之外 还启动了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标志的征集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你看 图片上的这道美食 叫做饺仔 它是一种包有馅料的饼 是巴西当地最地道的小吃之一 但是您知道吗 在圣保罗有一家最出名的饺仔店 经营他的并不是巴西本地人 而是来自中国的一对父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华人故事就走进这对父子 圣保罗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同巴西的许多地方一样 他以飞快的速度不断变化和更新 华人移民巴西的历史已超过200年 走在圣保罗的街头 经常会遇见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 明目繁多的中餐馆 和出售中国商品的商店随处可见 这些中国元素为这片桑巴热土增添了东方韵味 在圣保罗经营餐馆生意是许多华人的选择 今天是周五 在大圣保罗州圣米格尔区的这家快餐店里 顾客迎门 从1984年开始 这家店铺临时父子经营了30年 它没有特殊意义的名字 他们在招牌上写的爱斯菲亚 在葡萄牙语里的意思就是包有馅料的饼 巴西的广东籍华人按照自己的理解 把这种食物称之为脚仔 据说当年经营这种脚仔快餐的老华侨 为节约成本 把店面设在巴西人开的餐馆某个角落 做好的脚仔就放在一个架子上 从此巴西人就把这种 以经营脚仔为主的快餐店 形象地称之为脚仔架 脚仔架在巴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是巴西人的寻常快餐 消费群体越大 就越是挑剔制作者的手艺 对于来自中国的临时父子来说 正是他们对脚仔制作的讲究 才可以在30多年里 始终保持着对美味的固守 顾客有增无减 巴西人呢 就很多 我看很多人喜欢吃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又经济 又是基本上有地食 一到晚上都是远地来的客人 开着车啊 或者包回去吃的 礼拜六礼拜五要排队 要等半个钟头以上 1974年底 祖籍中山市大永镇的林少明 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来到巴西 当时他的岳父在圣保罗过世 他辞去北京火车站货运员的工作 与全家人一起来到巴西圣保罗 产业就没什么产业 因为他那间博体铺 就不是自己的租人的 总是同人两份的 总之就是将他那部分 他自己本身那部分 股份的钱 就不是适得太多 虽说继承了遗产 但林少明不想坐吃山空 他知道在陌生的国度 学会生存是首要的 刚安顿好 他就同大儿子林子平出去找工作 那时候开的很多 也比较赚钱 所以我们来就决定做这一行 很快 父子俩便找到了一家 狡仔嫁店做学徒 因为之前对这个食物不曾了解 所以一切从零开始 每天做十二小时工 然后晚上还要去读普门 学普门 还要做普门 因为我爸我年纪 他来到这里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没有心思在学 所以这个重担就飘到我的身上了 我要去做工要去学习 如果你不找我普门 将来我们来这不是为了做工 是为了做生意 他来巴西的时候十七岁 那时候开始 我们拿了身份证都十九了 我就住了两年 一起学习 而且习 而且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 去哪里打工啊 今天都回来两者 聊聊天啊 哎呀有些 即使我们总统谈这些人 即使有少讨论 太差了 那些东西被别人吃啊 不如我们中国人好像说 薄力多消你这样 不像这样的东西 直接做自己做自己的而已 林少明父子在圣保罗的脚载架店里 加班加点地研究着 这些食物的制作方法 目的只有一个 迅速学艺 迅速出途 希望以后可以开设 属于自己的脚载架 我大约一年两年 其实我都住得很熟悉了 我这个老板还笑我 他说你啊 你住了一年两年了 他说你等于什么 等于笑了不知 出生的了 出到去到哪个地方 你都能够做的了 当时呢 我们也这样 也就惯了 做这种工作的时候 自己也就这么打算了 1978年 这片土地 给了他们在此生活下去的机会 林氏父子拿到了 在巴西的居留证 梦想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 他们用多年积蓄的五万块钱 在圣保罗的郊区 开了面积仅有10平米的第一家教材家电 把这两年来学习的手艺门道都用在了里面 这方面我儿子阿平 他做过科学生意出来跟我商量的时候 那些东西比人家职 不可以的 一定要上百万年自己开档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池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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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要买一些 漂亮的牛肉 这样呢 你就做好一些 特别的 那些油炸的东西 你就应该尽量用新鲜的油 这样你煮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好吃的 因为我出国的时候 经过香港 经过那些厨师 那些香港的人 他们又谈一下 他说巴西的牛肉很多 最近这些 将来香港做食的东西 那个牛肉 一定要暖火 千万不要煮老 巴西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 饮食习惯深受移民国影响 但牛肉 无疑是巴西人饮食里 不可或缺的主角 为了研制出口味正宗的脚仔 林少明从牛肉的口感和品质入手 调制出了味道上乘的牛肉馅料 制作的脚仔很受欢迎 1984年 他们扩大了经营面积 买下了现在的这家店铺 我在发生在宋宝罗已经是最大的了 因为我请的工人 我以前做工的时候 一般的请十几个工人 已经不错了 我这个店现在请30个工人 林少明的父子店 每天早上8点准时开门营业 到晚上9点 每天可以卖出上千个脚仔 美味的脚仔 让他们有了固定的客户群 收入也越来越稳定 但是巴西的治安环境 一直是当地华人 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这同样困扰着林氏夫子 巴西的治安不是很好 所以你们要小心 我前天后后在这个店 还有在路上被人打劫了十次 十几次 十一二次了 我命大 上天对我不错了 父亲林少明 今年虽然已经84岁高龄 但手脚麻利精力充沛 虽然儿子林子平 已经全面接手了这家餐馆的经营 但林少明还是喜欢 每天到店里转转 这家经营多年的餐馆 对于他来说 意味着一份情感的寄托 在儿子看来 脚载店就是林少明的命根子 然而经营脚载家多年 林氏夫子也有着他们的烦恼 我两个孩子不愿意做 我也不希望他们跟我一样 希望他们生活不是为了钱 生活比较好 我现在有钱我享受不了 我回中国还回几一次 2006回了一年 我没有回几次山 我从小出来 我去那一次是去上海 北京 去那个旅游式的生活 第三代华人移民 大多在巴西出生长大 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相较于老华侨 他们的生活 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对于林少明 林子平来说 虽然在圣保罗的创业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他们的勤奋努力 不怕吃苦的精神 创造了现在安稳富足的生活 摄制组即将离开的时候 林氏夫子告诉我们 他们希望以后能够在巴西圣保罗 多开几家分店 让更多的巴西人 吃到自己的脚仔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